第五期播出后王能能可谓是杀疯了 能哥是真的能 但数恋人 从播出到现在网上热议最多的应该就是 巴拉拉能量和罗飞鱼CP 大家都在猜测到底谁能 最终收获大美女罗拉的青睐 因此我们和女主角罗拉一样 都在对他们二人拭目以待着 在最新一期中可以感觉到 王能能对罗拉明显的示好 从刚开始的朋友到朦胧中的犹豫 再到现在的坚定 王能能可以说是让大家感觉最明显的 并且在这一期的表现中也能看出 王能能在爱情中的处理方式 是和牙医逾越的完全不同 那么他们两位谁更能俘获罗拉的心呢 王能能和罗拉同姚逾越相约一起去打网球 这段四人行中以为会是修罗场 却没成想变成能哥的单方面聊妹教学现场 直接和罗拉的高田互动 让观众对巴拉拉能量磕疯了 而新嘉宾童谣也从一开始对王能能 第一是在必得道和余悦一块沦为背景板 他俩就像电灯泡一样 在能哥的各种操作下 这场四人行直接淘汰出局 尤其是能哥和罗拉的互动 见罗拉打球滑倒 王能能和余悦都迅速做出反应 往罗拉身边赶 比起余悦的问候 直接上手给罗拉擦鞋 滴的能能 让人震惊之余又忍不住羡慕 这种霸总是的关心也让罗拉没想到 罗拉更是表达说她跑来给我擦鞋 给我也吓一跳 而另一边柠檬酸的童谣只能说 她对你好甜啊 当四人都打累了歇息的时候 罗拉说也不知道下次有没有 机会还可以来这里运动 并且说感到时间越来越少 没有想到能够又一次经典语路傻瓜 还有很多时间 此话一出就连观察室的嘉宾都引发一母笑 因此在这一次的表现出明显看得出余悦的犹豫 甚至更多的是兴致不高 很多支持罗飞鱼的观众就有点着急了 余悦的表现过于冷静 让人不禁怀疑她是否要放弃罗拉了 但是在回去之后 罗拉上楼回宿舍的时候 余悦偷偷去买了云南白药递给了罗拉 这种细致的举动真的非常贴心 比起直接的王能能余悦的默默复出行 总是在不经意间很戳人 就和之前那个晚安一样 余悦和罗拉约会时 她会记住罗拉的每一句话 哪怕罗拉说希望会有人对她说句晚安 自己就会觉得有人关心自己 可能就会选择去早一点休息 余悦就在朋友圈里发了两个字晚安 哇那一刻就觉得这个男孩真的非常细心又懂你 这种冷不丁的关心很戳女孩的心 王能能在这一期中除了非常聊的名场面 还有一点非常加分 尤其是在她明确知道自己对谁更有好感时 那种双标就表现得耐思 明确拒绝各种女孩的嗜好 尤其是三次拒绝杨梦静 面对杨梦静给自己做的蛋糕 她也只是淡淡的回应 并没有表现多浓厚的兴趣 反而见罗拉进来后就邀请她一起吃 也不会再和其他女生有任何视线上的交汇 总会在无形中躲着点塌 哪怕霍阳梦静坐在一起也明显的兴致缺缺 在海边聚餐时 两人之间的气场有点火花四射的感觉 两人都密切关注着罗拉的一举一动 能能就没有于悦那么细致了 在罗拉表示自己想喝可乐却没有杯子时 于悦直接进屋里将她不远千里 带出来的杯子拿给罗拉 让罗拉都没想到 于悦会随身带着她送她的杯子 细节真就是满满的细节 但是在罗拉和王能能唱K时 见状其乐融融的她没有继续 反而默默地退出去 自己一个人找了一个角落喝酒 从各个方面都看得出来 王能能属于直接表达型 她的喜欢不喜欢都表达得非常清楚 因此在和罗拉的各种互动中 就非常的让观众磕 并且也让小屋里的其他人看清楚 自己对罗拉就是明显的偏爱 但是于悦就属于那种默默付出型 她的各种爱的嗜好就要累一点 懂得人能带她到就会很戳人 觉得这个男生太会体贴女生了 总会在默默中去为你做好一切 但是这种人唯一需要的便是 一个能懂前列悟到她付出的女生 这一点罗拉回应的就让人忍不住客罗飞鱼 她看似大大咧咧 但是又很懂别人的好意 和王能能在一起时是大大咧咧的开心 和愉悦在一起时小女人的知心 只能说这两人都好难去选择 大家又觉得罗拉会为谁心动